讲到那个所谓的 不要那么认真在缴钱 其实我很有感 因为我就是这样子 你知道我买房子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先付宽限期 然后把那些应该要付的钱 我是拿去做投资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佳心姐 我这样的做法 因为有人跟我说是可以这样 但我一直都是这样子 就买房子的时候 前三年的宽限期 比如说一个月要交三万块的房贷 那我就交那个利息 其他那个两万多块 我是把它存起来做投资的 那因为呢利息很低才一点多% 我只要投资超过一点多% 其实是赚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佳心姐 这个论点是怎么样 还是说要努力 那你还要买对投资标的 你要在多投的时候 对 其实我觉得佳元 这个建议是真的很好 因为有很多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做 像我有个亲戚 他大概买了房子 十年没有缴过房贷本金 就是一直在宽限 我就是 20年都不再还本金的 其实都没在还本金 对 因为他本身在投资的 一个技巧上面 是相对是比较独到 或者说他有一些 有一些很好的讯息 所以他就会知道 就是可能我们这样子 做一些财务的杠杆 会相对的比较好 那其实像佳元你的做法是说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他的做法是 他可能前三年先还宽限期 但他在重拾 他也存了一些大量的本金 所以他可能到最后三年的时候 也许他资金可能 不是很好运用 或是说市场可能 真的没有那么理想了 他就把这钱拿去还房贷 对 那他的一个压力 就不会那么的大 所以我们会认为就是 如果说 你可能就是像佳元一样 这么会做功课啦 然后你可能也有很多的讯息 然后你其实很有纪律 我觉得这个前提是 这个人他要很有纪律的去做 所谓的之后的理债规划 我们不说理财规划 叫理债规划 他做好理债的规划 他就会知道就是说 我可能大概还剩下多少钱 我资金可以去做一些 什么样的运用 我不会去过度的一个消费 所以房地产我觉得这几年 我老师虽然痛我讲这句话 但我一直觉得房地产 如果你用一些金融商品的方式下去做思考 那你就会有一些弹性上面的运用 它其实是一个合规定的 因为事实上现在银行的贷款的条件 是相对比较好 那如果说是层数又很不错 然后利率也很低 其实像刚刚宽哥讲的 就是你的人生通常一间房子 不会住到底啦 那你不会住到底的状况之下 如果说我可能预期 未来你买的区域还不错 预期未来可能市场往上走 那我就是可能原来我花20年的还房贷 我改成30年或40年 我每个月的压力减轻了 我要换房子的时候 剩下来没还的贷款 是下一手的房客帮我还掉 对 但嘉欣你现在讲的是一个 理财的概念 一个规划 那但是问题是 现在大家要找说 我要怎么看标的 你比方说我们回到刚刚一开始讲 是 你可能你说现在呢 除了你看新竹 竹北马热 新竹 台中 台南 这些其实都是跟着什么 跟着台积电走嘛 意思就是差不多这样嘛 对啊 可是问题是 那如果说是以双北呢 因为毕竟这是人口的大宗 我们以全台湾来讲 人口的大宗 怎么选标的 我们都有几个建议 第一个你先看人口移入 人口移入这个东西 你也不一定要只看数据 因为有些数据它可能是假的 它可能也许 这个区域的所谓地方政府很大方 它可能它这个人口状况很好 你去看这个区域的幼稚园有多少 承索有多少 零售店面开的怎么样 国小有没有满额 国小满额是最准的 因为比如说你看林口啊 三峡啊 大家以前就说它鬼城嘛 它现在国小满额了 是啊 对 所以它一定有基本的人口进来 就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是说 你要看这个 当然你要自己去稍微了解一下行情 然后让银行变成你的好朋友 银行如果愿意贷款的标的 基本上不会太差 所以银行愿意借钱给你 表示如果有人要买 你之后要卖的时候要下车 银行也愿意借给下一手 所以如果说银行愿意带你不错的 陈述跟利率的话 那这样子的标的 这房子可买 这房子就可以买 但是说到人口移入的部分 我们看到很多资料都是 很多都是桃园六都当中 桃园是移入的人非常之多 反而台北市因为房价比较贵 有一些移出的状况 想问一下嘉欣 这六都当中如果说要置产的话 有没有哪个地方你是看好的 如果说以现在比较有话题的区域 当然是台中跟台南 因为毕竟它有一些 我们这样讲叫产业的基本面 在里面 虽然就像刚刚赖老师有提到 我们觉得当然可能 有一些人口上面衔接 那另外我们所谓的 缺供缺电缺水的这些问题 其实还没有办法 结构性的一个解决 这个可能会是 它中长期的一个问题 那但是就一个 所谓产业面来说的话 它会有它的一些想象空间 那当然因为现在的 所谓的一个资金的一个 外溢效应 那再加上房价会比较高的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北北桃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共同生活圈 那可能如果说 你在购买不动产的时候 一个自产的思维 我们会建议就是 如果你要买这种 我们说房产的标的 它可能屋龄要相对 如果你再买在蛋白区 屋龄相对轻一点 最好是有电梯的产品 管理还不错的 这样子的一个标的 会比较理想 那当然如果你预算再多一点的话 买土地啦 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 那是家庭的层次 这不是我的层次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一个民众打电话给我 他就跟我 我说我入行之前 因为我在媒体业 然后我就说 我入行之后才发现 就是台湾真的 有钱的人真的很多 又有个民众打电话给我说 徐小姐 我有一个 如果说有八千万的现金 你觉得要买什么好呢 八千万的现金 我说你有八千万对不对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有八千万 你敢讲的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到 有很多的资产阶级 他们为什么会去买土地 一个是说土地 它比较没有折旧的问题 对土地没折旧 对然后你其实付地价税的话 你事实上 它的成本其实是相对而言 它算是持有成本比较低 那只是说关键在于就是 你买的这个土地 进入门槛很高 然后它的一个特色 我们认为在未来 因为现在房地合一 实价登陆的这个部分 你渐渐上轨道了 未来什么样的不动产会赚钱 叫做资讯不对等 进入门槛高的产品会赚钱 资讯不对等 对就是说比如说我知道价钱 你不知道价钱 那像是像很多比如说厂办 那或者说土地 这种比较特殊型的不动产 那或者是说我可能都根的案件 那这一类的可能有机会 你没有机会的 他自己知道有机会 那但是外人不知道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是比较有可能去获利的 那你说像我们以前的 什么爸爸妈妈买那种 什么买一间房子获利五倍 这种时代大概已经过去了 没有了 对 错了 我现在才知道我只能穿原外服 不能穿原外服 因为从来没有想过 老师您客气了 没有 我从来没有想过像嘉欣 或是像他们这样讲怎么理财 或是像嘉欣说 我这个要把那个莉莉 老师是老师的那个老师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 我当时只想说工作工作工作 然后把事情做好 不过我买房子的经验是 因为我知道一个隔一条巷子 就差很多 对 有时候地段重要 所以我记得我买 第一个房子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整区都还是很荒谣 我那时候要出国 然后我就去松信路那边 就买一个房子 然后那个时候台北市政府才刚刚在弄 然后结果等我留学 三十几万 对 三十几万 然后等我留学回来了以后 发现怎么慢慢盖起来了 然后把一个公司一个一个 再盖起来了 然后你的情况就变了 但是那是给前妻了 后来我离婚以后我就想说 那要怎么办呢 我就搬到那个大指那边去 也是一样 就是想说找生活机能比较方便的 其实我没有想很多事情 然后就是买了 老师你买的地段都很好 对啊 都是讲的 也就是我这个 我跟观众朋友讲的地方是在于说 我是一个大外行 但是我只想到说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最方便 然后怎么样能够最方便的时候 其实它常常就是一个潜力最好的 就是生活机能好嘛 对不对 对 就是很简单 就这样子而已 老师我还想问一下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包括了投资 包括了房地产 包括股票 但是你知道吗 去年有七十万的劳工 因为疫情而被裁员 所以呢这个去年 我们这个很多人是过得不是很好 你怎么看这个未来 我觉得以目前的情况 疫情有在控制了 那我觉得疫苗已经在打 那台湾的情况是比较不理想 因为我们的疫苗到目前为止 还找不到 那找不到的情形下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人出去很困难 然后外国人要进来也比较困难 那未来就是台湾到底 要不要走这个疫苗护照 那如果台湾走疫苗护照 那国外有打完疫苗了就可以进来 不用隔离或是隔离一两天 但是我们的人就出不去了 那这个对我们的经济会有影响 那您刚刚提到了台商的问题 其实我这个影忧我倒是比较多 为什么说刚刚有都提到 不管是股市或是房市 特别是房市 台商回流 是因为中国大陆那时候的改革开放 它是分三坡 台湾去大陆投资的商人 一般来讲我们是分三坡走 那么第一坡它通常都是在东莞 就是当时的四个经济特区 然后第二坡的人就已经扩大了 第三坡就往上海北京这样移动 但是各位想想看已经过了三十年了 那也就是说我这一代跟我老一代的人 他们是去了他们都累了 然后他们也通常 绝大部分能够在大陆活到现在的台商 它基本上都是成功的 我讲是台商不是拿薪水的 是他自己不管开餐厅也好 或者是开一个小工厂也好 创业的 对创业的 他们基本上来讲能够活得三十年的 他的资产 尤其大陆的房地产都在上涨 各方面他的资金就变得很多 可是问题是他回来了 那他有的时候是结束大陆的事业 有的时候是委托别人贷管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台湾在未来透过台商的生产力 其实这个部分里面就变成是 比较大财团 台商集团 而单 就个体的 那么他们都累了 他的孩子也不愿意接 那他们都收拾结束都回到台湾来 所以台湾的钱不会缺 但是问题就在于未来的钱 就没有源源不绝地在生产了 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个隐忧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我们的政府怎么样运用我们这些钱 让他去做很好的投资 我觉得这是我们政府应该要做的事情 最后几分钟我们问一下 这四位来宾你觉得这未来这一年 是所谓的熊市还是牛市 你说股市吗 股市还是牛市吧 股市应该还是牛市 但是其实我也赞成刚刚赖教授讲的说 有些事情我们其实还是要担心 那我觉得2021年台湾的经济有几个挑战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刚刚教授特别提到 产业其实是两样钱 我们刚才的科技业其实真的表现不错 可是传产业呢 很多人真的缩一截实在过日子 这个我觉得今年还是有可能 而且可能会越来越明显的两极化 那另外就是台币这件事情 台币继续在走强 大家觉得台币走强好像很好 可是没有因为台湾是很多产业要靠出口 可是这个出口的话 台币继续升的话呢 对他们的这个收益就会有影响 甚至有可能是白做工 这个我觉得是今年台湾经历一个 非常注意要观察的隐忧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比较偏 政治方面的考量 就是美中台三方的这个贸易关系的变化 到底是怎么样 因为拜登刚上来 其实他对中国政策 我们也还没有摸得很清楚 那台湾跟中国关系不用讲 一直都很紧张 那这三方的关系到底未来会什么变化 我觉得这也是会影响到我们产业的发展的